股庙致富可以不憑運氣 只要用對方法跟對人 機會只給準備好的人 您準備好了嗎 就讓股市戰將 帶領我們積極穩健的累積財富 歡迎收聽股市戰將 華信投顧林和彥總顧問主角 101年金管投顧新字第026號 好的 歡迎聽眾朋友 持續鎖定的是股市戰將 趕快邀請華信投顧的林和彥總顧問 老師您好 嗨 齊政好 大家好 我是林和彥 對 已經要祝老師新年快樂了 新年快樂 大家新年快樂 2022年已經封關了 本來漲幅還不錯 到了最後怎麼只漲了52點呢 是不是真的大家信心還是如此不足呢 指數收在14137點 老師怎麼看還有什麼動作嗎 請教囉 好的 最後的封關日 漲都是好事啊 也是 對 漲都是喜慶啦 只是比較可惜的是 陶修修悲凌凌 對啊 一開盤就已經漲了一百六十幾點了 一百六十三點嘛 那怎麼到最後剩下52點而已 真的很可惜啊 那最後會壓低收 那唯一的原因就是什麼 當沖的賣壓 因為當沖到最後一定要平倉掉 所以最後一盤整整壓低了將近快50點 是當沖的結果沒辦法 因為台北股市的成交量 其實當沖佔了滿大的一個比重 那水能載舟也能復舟 行情好的時候當沖會把行情給推得更高 那如果大盤沒量的時候 當沖只要一出來 那指數波動也會滿大的 那坦白說真的可惜啊 因為禮拜四美國股市呈現大漲 因為禮拜四美國發佈了上週初次申請失業救濟金的人數 那這一次申請的人數比前一個禮拜增加 人數總共有22萬5000人 那前一個禮拜是21萬6000人 失業的人增加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失業人增加代表經濟有下滑的味道嘛 因為失業的人變多了嘛 那股市為什麼大漲 因為大家認為景氣下滑失業人變多 會防止美國聯準會升息動作那麼大 了解 這樣懂得意思嗎 所以這種預期的心理 水禮拜四的美股造窮 大漲345點 納達克大漲2.6% 費城保護體大漲3.33% 那最近科技股相對是比較弱 最近美國的部分銀行股 石油股還有運動器材 因為四足賽剛踢完嘛 所以跟運動有關的股票 近期表現都不錯 因為財報發布出來也都是好成績 那反而科技股是相對比較弱的 因為傳出高庫存 那又傳出要裁員種種不利的訊息 可是在禮拜四 反而科技股是呈現大漲的 漲幅3%4%的公司很多 所以費城保護體大漲了3.33% 那這個對於台北股市助力很大 因為台北股市跟美股的銜接 主要也是在科技這一塊 尤其半導體股的部分 那禮拜四的時候 今年美股跌最重的一家公司 跌幅反榜第一名 特斯拉在禮拜四的行情裡面 漲幅反而是變成最大的 大漲了8% 終於出現了止跌回升 那出現止跌回升 對台灣的特斯拉概念股 對台灣的汽車零件股 都有正面的幫助 你知道禮拜四ADR的部分 台積電是大漲4% 日月光大漲3.2% 聯電大漲3.7% 結果禮拜五台北股市的交易 台積電只漲兩塊 聯電還跌0.05元 大概就是平盤了 日月光只漲0.1元 那差別 一樣是台積電 一樣是聯電 一樣是日月光 只是差別在美國交易 還是在台灣交易而已 相同的一家公司 相同的股票 只是在不同市場交易而已 竟然出現那麼大的差別 在美國交易就是大漲3%4% 在台灣交易反而就只有平盤而已 這充分顯示出什麼 顯示出兩個地方的投資人 信心心態不一樣 同樣的股票 同樣的交易 在不同的地方竟然交易出不同的結果 所以台灣這邊的投資人要加油 我知道今年很多地方很多消息讓很多人很氣餒 讓很多人在股票市場上吃了虧 那過去就過去了 下禮拜開始又是新的一年開始 新的一年開始 趕快重拾信心 台灣的經濟不好的啦 我們很多的股票已經擲很多多在的啊 才有信心的 有信心才能夠賺大錢嘛 對不對 你如果沒有信心 股票破壞掉 再好的行情你都賺不到嘛 甚至於再好的股票你不敢買也沒用嘛 你也賺不到錢嘛 今天台積電漲兩塊半 真的很可惜啊 ADR都已經大漲4%了 你知道台積電這兩天 三奈米正式量產 而且也擴產 增加產能擴產 這一次在量產的典禮上面 老闆特別講 三奈米跟五奈米的量率差不多 這是目前全世界最先進的科技 而且預期在未來五年的時間裡面 將會創造1.5兆美元的商品價值 1.5兆美元是多少 是 你用30算就好了嘛 對不對 大概就是45兆新台幣嘛 創造型台幣有多大 是 我們這樣講嘛 台積電11月的營收創歷史新高是2227億嘛 台積電前11個月的營收才2兆而已 2兆已經是台積電有史以來最好的喔 那這一次在典禮上面特別強調 未來五年 三奈米將會創造45兆台幣的商品價值 哦 這樣比較有多嗎 哦 這樣子非常有感覺 好這樣我這樣一形容你們就知道了 所以是除起來是 今年到11月才累計營收2兆而已 這已經是有史以來最好的 愛說五年裡面 光是三奈米就可以創造45兆台幣的商品價值 哇哈哈 你很坦白啊 光是三奈米就20多倍 光是三奈米而已就可以創造那麼大的一個商機 所以台積電今天沒得美國代市的大企 凸顯出大家信心真的是嚴重淺缺 這麼大的一個利多 那下禮拜開始發佈月營收 開始發佈月營收 哪些公司有機會寫下歷史新高的 會率先成為市場注意的焦點 台積電11月營收2,227億 已經是歷史新高了 那12月會不會再創歷史新高 他們說我不知道 我也知道的內線教育啊 哈哈哈哈 可是不管創不創新高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訴你 12月跟11月不會差太多 因為歷年12月跟11月 因為都在營運旺季 能夠創高固然很好 縱使不能創高 那麼差距大概我估計應該頂多3到5%內容而已 不會差太多啦 不會差太多 所以台積電12月營收一定是一份好數據 一定是一份好成績 那到時候如果能夠再點火台積電 那麼對於整個大盤的一個帶動 就會有很正面的效果 那加權指數的部分 我昨天在我自己的網路節目上面 我特別有秀了一張圖 因為廣播你們看不到圖形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樣去形容 你知道以30分鐘的走勢來說 指數是一波比一波都低 越走越低 可是在30分圖MACD的部分 卻開始呈現一波比一波走高 這樣聽得懂嗎 這就是所謂的指標跟價格 出現背離的走勢 那這種背離走勢 它是反轉的前兆 以指標來說 KD指標RSI 或者乖離率屬於比較短線的 那MACD是屬於波段的 所以波段的指標 如果出現背離訊號的時候 往往後面都預期著 會有一個大波段的行情要來臨 你看前一次的 是在10月份的時候 10月份的時候也是 加權指數一直破底 一直破底 可是MACD30分的 一直走高一直走高 那出現連續這樣的背離之後 後來行情一發動 所以當初也是跟大家講嘛 趕快買全部買全力壓進去 一萬三千兩百點一過關 會跑到他背 果然被有預料中了 行情後來從一萬兩千六百點 一路飆到一萬五千一百點 短短一個月時間 飆二千五百點 那目前這樣的 價量背離情況 又開始出現了 所以這兩天很可惜 這個禮拜因為 假期效應的關係 新高年都加一千二一千三 今天也是一千三百億 大家都不敢做 下禮拜一切恢復正常 元旦過後一切恢復正常 到時候營收創歷史新高的公司 將會帶領台股走出一波新的行情 所以到時候行情開始在吹的時候 腳去要快 不要再放一放 因為接下來每個月月出的行情 絕對都是業績掛帥的 誰有好成績 誰就能夠吸引市場的焦點 所以後來一百 營收的部分 要特別注意 哪些公司 12月營收會創歷史新高的 知不知道 如果知道就馬上買了啦 你如果知道 譬如說假公司一定創歷史新高 那你還等什麼 現在快要來投啊 不然等到它發布出來之後 等到消息發布 你知道別人都一起知道了 對不對 那個就沒有先機了嘛 什麼叫先機 先機就是別人不知道你知道 那你知道 所以在行情還沒動之前 你已經賣起來彈了 你已經賣起來鈍了 那等到一見報 消息出來之後 大家開始追 就幫你抬腳了嘛 所以12月營收 誰會創歷史新高 哪幾家公司 如果你知道的 現在就快要買下去就對了 不知道在什麼 找你 不知道就找你何彥 對不對 哪些公司會創新高的 我知道 當然我不可能全部都知道 可是我有把握的 我已經知道的 我們就先買了一些股票 昨天送給大家一份 遊戲軟體股的研究報告 這一次寒假即將來臨 大陸也恢復了遊戲軟體股的限制 你知道這兩天大陸總共批准了84項中國國產的遊戲軟體 那同時也批准了45款 45項的進口遊戲軟體 當然每一個國家保護自己國內的產業是正常的嘛 對不對 所以他們國產的批准84項 84款 那進口的也批了45款 進口的比較少 那台灣的遊戲廠商有拿幾家公司有拿到批案的 大陸現在總人口14.12億 人口最多的地方 人多就是商機 所以能夠打入大陸市場的遊戲股 那麼接下來進入寒假 商機就大開 我昨天送給大家這份資料之後 今天遊戲軟體股續牆啊 我們在研究報告裡面所提到的股票 今天有一家大漲2% 兩家大漲3% 因為我學的股票不多啊 總共四支 四支裡面一支去2% 兩支去2% 兩支去3% 在今天的行情裡面 已經不容易了 寒假還沒開始 可是遊戲軟體股已經嗅到味道 那個水果香已經聞到了 開始才要中市啊 所以你要鎖定這一組遊戲軟體股 即將贏旺季的行情 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點 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這份表格 這份研究報告 還沒有拿到的 我今天再開放一天 遊戲軟體股取得大陸 過準批案的批號的公司 一欄表 想要得到的 答案進來說去 好的 感謝老師咯 好 老師呢 總是帶給我們信心齁 好 那麼聽眾朋友呢 在操作的部分呢 也可以搭配老師剛剛所說的 這些指標的部分 來做一個觀察咯 休息片刻 稍後馬上再回來 嘿 別走開 還有好聽的廣告 好的 聽眾朋友 老師要送給大家的這份資料 拿到了嗎 如果今天才聽節目的話 就請動作要快咯 好 這份呢 就是因為大陸恢復了遊戲的審批 好 那麼老師呢 就幫大家嚴選出 在這些遊戲類股當中 進入寒假旺季 而且呢 有這樣子的 受益題材的股票 到底是誰呢 好 何彥老師要送給大家 這份個股的研究報告咯 歡迎直接來電 02-239-239-88 02-239-239-88 老師就這個基礎分 我看到資料 總共有四檔咯 想要知道的話趕快來電咯 另外認同老師的操作 老師說您中獎金 他會幫您賺 相關的優惠活動 也歡迎直接來電 二月份才起算會期 同樣的諮詢電話 239-239-88 好的 歡迎聽眾朋友 再回來了 好 台股呢 2022年已經封關了 好 那我們明年呢 再繼續努力了 OK 好 老師呢 今天要送給大家的這份資料呢 很重要喔 藏寶圖喔 一定要登記索取喔 接著還有哪些個股補充跟觀察 請教老師 好的 先跟大家拜個年喔 好 新年快樂 那新的一年要怎麼樣 要紅兔大展 是 要把去年沒有賺到的或者賠的 趕快的給賺回來 是 那你們可以一邊打電話索取 一邊聽我的分析 大陸恢復遊戲軟體的 之前的一些限制都放寬了 那最近審批了84款 他們本土開發的遊戲軟體 那同時也通過了45款 境外 也就是說 外國進來申請的遊戲軟體 那國內有哪幾家廠商 得到這個批案的 能夠打入市場 能夠打入中國大陸 那麼相對的接下來 寒假的商機 你就掌握得到 沒有幾家啦 我這份研究的報告裡面 總共只有四間而已 只寫了四家公司而已 這四家公司今天 有兩家漲2% 有兩家漲3% 這都剛才開始而已 因為小朋友現在 準備要開始考期末考了嘛 對不對 題目考考完之後 才會開始放寒假嘛 所以真正的商機 在後面 目前還在運量階段 那你要在運量的時候 就要開始卡位了嘛 不然等到行情又漲了30% 50% 你自己買就太慢了嘛 所以想要索取這一份資料的 你可以一邊打電話索取 一邊聽我的分析 好 今天台北股市可惜啊 在美國股市大漲的情況之下 禮拜有台北股市 竟然是開高走低 量只有13,500元而已 沒關係 元旦過後 一切回歸正常 量重新回到2000億以上 那一切就會開始再發動了 我剛才跟大家談到 在加權指數30分線的部分 又開始出現指標背離的現象了 前一次在10月份出現這種現象之後 果然後面一個月漲了2500點 那現在又出現這個現象 反轉的訊號已經來了 現在就只欠東風啦 欠什麼東風 欠量而已 量還不夠 等到量一開始回歸 那麼整個行情就會開始發動了 所以你要把接下來行情發動的重頭戲在什麼地方 那些族群趕快事先準備好 等到行情一動馬上你就要上車 你如果不敢事先買 那最起碼你要怎麼樣 先把標的準備好 對啦 預作準備好 標的準備好之後 看他屁股一扭動 馬上你就要跟上去了 不要等到他已經跳高了 那就太慢了 所以標的要先準備好 要準備什麼標的 準備十二月營收創歷史新高的公司 所以連續兩天我一直提醒你 哪些公司十二月營收會創歷史新高的 你如果已經知道了 那就不用想多 直接再買下去就對了 那你不敢買代表 你不知道嘛對不對 那你不知道 我知道啊 哪些公司一定會創歷史新高 不要說一定啦 機會很高的 台積電我都不敢講機會很高 我只能講台積電 跟十一月的歷史新高不會差太多 那可是有一個族群 幾乎 我預估大概九成的機會會創歷史新高 哪一個族群 高爾夫球幹 因為高爾夫球幹三雄 大田 明安 跟另外一檔龍頭 這三個在十一月的時候已經歷史次高了 離歷史高就差那個一步而已 那歷年十二月營收都會比十一月營收更好 一月會更強 所以估計十二月營收這三檔高爾夫球三雄 全部都會創歷史新高 那既然十二月營收創歷史新高的機會相當的大 這要趕快來投啊對不對 最近有押回一波修正指標 大田押回比較沒那麼多 明安回的比較多 從一百零五元回到九十二元 那今天明安漲了一塊三 另外龍頭那一家漲了四塊錢 那指標修正都已經差不多了 原本從超賣區已經回到超賣區了 所以到時候營收數字一發不出來 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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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轉過就噴出去了 尤其高爾夫球幹族群 今年的業績都是倍數翻的 明安從原本的EPS十塊錢 跳升到十八塊錢 那我們鎖定那一檔龍頭廠商 原本十八塊錢 把今年直接衝到四十塊錢 業績一翻就是一百二十趴 那等一比才五倍而已 你從他歷史的資料可以看到 歷年獲利跟股價的倍比 都能夠保持在十倍到十四倍 那我們不要說十四倍啦 十倍會有多少 他要賺四十塊 十倍會有多少 現在才兩百元 所以還有很多能夠讓你賺大錢的公司 十二月營收哪些會創歷史新高的 好 要趕卡位啊 遊戲軟體股獲得審批的廠商這份表格 現在廣告時間大家進來索取 好的 時間關係分享就進行到這裡囉 老師提點到的喔 這個資料要索取喔 這個是藏寶圖 那麼另外呢 還有十二月營收創新高的股票 也提供給大家接下來的操作參考了 感謝華星投顧林河妍總顧問 謝謝你 好 祝大家操作順利 嘿 別走開 還有好聽的廣告 好的 今天的朋友 趕快呢拿出你的電話來 打通老師的電話喔 老師呢要送給大家呢 就是這個遊戲類股喔 接下來呢 很有上漲機會 暴漲機會的個股資料囉 歡迎來電02239 239-239-88 02239-239-88 來電的時候也可以同時諮詢 老師這邊有一個專案活動 就是年終獎金要幫您賺的優惠活動 二月份才起算會期 認同老師的操作記得跟上囉 239-239-88 239-239-88 本公司以往直擊校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